哇 这个视野 你看外面那些树才是最好最自然的园艺嘛 园艺也很像园艺 要有前瞻性 不是说买花买草放上去就行 对对对 虽然花了很多时间花了很多精力 但是它给你的治愈是别人不能给的 整个主要空间啊 我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 就油花 躺在这个沙发上你又能感觉 哦 科技感有这种现代生活的舒适 你可以休息一会儿 我们今天要不就到这儿吧 我从45岁的时候开始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我可以放弃原来的那些 然后重新开始 我觉得这个真的好笑的问题 哈喽 欢迎来到今天溜娃的Room Tour 我想先问一下大家 如果在15年前你有50万 你会干什么 我应该会买X的股票吧 但是今天我们要拜访的屋主 选择在15年前用50万装修自己 在杭州280平的家 这是一套位于杭州两组的顶月 两层五房三屏还有四个露台 在屋主的园艺加持下 变身成了从漫画走进现实的空中花园 鲜花建筑光影霉真风景 都像油画一般浓郁 你很难想象这是在家里能看到的风景 非常稀缺 堪称绝伦 另外在室内设计方面 屋主把自由浪漫的装修风格 贯彻到底 15年前的装修放到现在看 毫不过时 反而更加让人惊叹 它超脱时间的审美和品味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们先下楼看看吧 哈喽 圆主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屋主 圆主 你好 你好 真的是跟他的家一样漂亮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美的一个入户花园 除了一些花花草草 然后还有一些家具 淘宝上买的 淘来的时候我们就是特别喜欢这种铸铁的这种工艺 江浙的天气不是比较阴冷吗 然后就是会潮湿 然后它会反袖 就我们要的就是这种袖极斑斑的这种做旧感 因为它有历史的沉变嘛 就非常的自然 它这个柜子其实是摆在室内的 放在户外这个五六年了 也有这种成就感 我现场看其实看得非常明显 它有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过度渐变的褪色 这边因为阳光的晒啊 它已经颜色有点褪了 这种自然的老化反而是一种非常美的 它就像时间刻度一样 对吧 也许十年之后 这边就完全老化了 这种就是拿钱买不来的 时间的积淀 你才会有这种感觉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喜欢复古 就是这样 好吧 瞎扯一下啊 那么现在 希望园主带我们参观一下室内 上面还有露台 这个是我们家玄关 发现这个柜子有点中式 它其实中西合璧的 这个线条它其实是欧式的 但是这个钩边啊 这个折角就很中式 这个就是很像花窗 大家看那个中国的古建筑 有点花窗的感觉 对对对 就是沉稳大气 就第一眼看上就爱了 带货小能手 大家有没有对这个柜子感兴趣的 这边是我们的餐厅 这个风景我的天 像这边朝北的后面没人 就窗帘都不需要了 对 完全是景色没有问题 而且很好看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门 忍不住 这个门也是我自己刷的棋 自己找了水性棋去刷的 其实刷完之后都是用布擦一擦 它就会有这种斑剥感 其实骨仓的这种 它是偏复古的元素 就是这种风化的感觉 或者是户外的感觉 而且这个 穷啊 就很特别了 整体的造价呢 特便宜了 五六百吧好像 啊 呃 不要再说这两个字了 哇 厨房真的是十多年了 其实厨房还是有比较大的bug的 现在我们就只能开灯 其实我觉得 中国人的这个特点就是 会把这个厨房 放在没有阳光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很不对 如果你有阳光照射进来 这个厨房就是让主妇 就是一定会有享受这个空间的 这个幸福感 这个厨房是我比较失望的一个地方 可能以后如果再有房子的话 我一定会把厨房放在南边 哈哈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 就是我从刚才进门就注意到 原主家的地砖 超美啊 这个是瓷砖 大概20x20公分的这个宽度 当时这个师傅贴的时候都崩溃了 你想我所有大的空间 包括厨房全部都是用这个小砖贯穿的 你整无全是啊 它有点痛苦啊 这是有点痛苦吗 可能要加钱了 我跟你讲 当时小砖都是加钱的 非常好看 现在好像这种复古的很少很少 那你当时这款是在哪买的 金一桃 现在还能找到这个店吗 我很想加购 木地板就难打理嘛 而且这种瓷砖 你想要它一些变化 其实你看这里 大家看这里有花纹 花边 一个是通过花边去勾边 把这个沙发区域的空间给勾了出来 这样有个空间的画层 然后拼接的方式 你看这边是直来直去的 到这边这个区域就变成了四路五角斜拼 包括我刚才注意到 在悬关也有一块花砖 就相当于铺了个地毯一样 对 然后我们刚才只聊了这个一层的空间 大家抬头看 我的天哪 这是一个两层调口的客厅 很独特 调口有多少米 大概 七米 这个月层就相当于空中花园一样 就是每一次人家到我们家来 就是第一个想就是 可以做成空中花园 对 我第一印象也就是空中花园 我还注意到一个巨幸福的一个小细节 大家注意看 这个光线我不知道从哪来的 应该是那个上面那个小方窗 过来的光线下来 打到这个复古的沙发上 大家不觉得这个画面很美吗 来来来喝杯茶 哇 还有茶 顿时觉得有种 自己变得悠扬起来 跟原主一样 你看这个阳光其实非常简单 阳光是最无处不在的东西了吧 再加上原主在这边 应该是刻意把主沙发的位置放在这里 一个非常复古 非常漂亮的一个沙发 配合这个光影 对啊 这个画面绝美 这个沙发配得上这个光 这个阳光配上原主家的这个环境 给我的感觉是来自一百年前的 可能英国的某个乡村的一个复古的小镇上 躺在这个沙发上 你又能感觉 科技感有这种现代生活的舒适 你可以休息一会儿 我们今天要不就到这儿吧 不然就有点浪费这个阳光 而且你看这里还有一点树影 我注意到是你这边种了一个 这是真树吗 树 幸福树 我们家的那个啥 镇家之宝 十多年了已经 我的天 第一次我在家里面见到这么大的真的树 要让家变得温暖温馨 就是一定要有绿叶植物 打在你脸上我相聚了 那你聊这个我可就很开心了 我们小猫咪最喜欢这个窗户 他们就是觉得这边阳光比较好 然后喜欢在这里晒太阳很舒服 虽然只是一个小角落小瓶 但是整体的颜色搭配有一个非常复古的感觉 对有这种感觉 那这个材质是什么 它是那个灯芯蓉的材质 灯芯蓉 灯芯蓉就是跟平容相比 它没有平容那么华贵 但是它有一种复古的腔调在里面 所以我选择了这个材质 这一块桌布的价格呢 超级便宜 超级便宜 90多 一米是吗 还是一米 两米 两米 两米的价格 夹够夹够 当桌布 然后当沙发套 窗帘也是用这个步骤 对窗帘也是这个颜色 这个都是成套的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窗帘的效果 透光的材质它也不是纯白 有一种机理在 它不是那种纯白现代的风格 这个是亚麻 非常的自然 而且我还注意到你们家门也好好看 这个门也是用了很久 就是十多年了 手工做的 手工门 对 实木的 多少钱 当时一千多一扇吧 很好看 而且园主也定制了一些小的贴片 把每个房间的功能 简单的标示了一起 整个门的味儿一下就 味道就起来了 很精致有没有 这个空间也好美 这个是我的工作室 你平时就坐在这办公 很舒服 很漂亮有没有 这个空间其实我感受 就跟客厅就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这个空间会更加 稍微深沉一丢丢 会更加安静 对 更加有安全感 就比较舒适吧 就看完一楼我的购物车都快爆了 看二楼还有什么更好的好玩意义 二楼这边是一个 二楼的起居室 其实也就是猫咪喜欢晒太阳的地方 还有这个窗户 这个是百叶窗 我也很想要 我们也是后家的 它这个是实木的 功能性比较好 又可以装饰 然后又可以挡阳光 其实外面它有什么空调的 什么外积 你就可以用这种来做一个遮挡 遮光性你看 也是没有问题的 还能透一点点光影 光散进来也还是很漂亮 上下翻都没问题 这是我们的一个主物 那个猫咪 他们全在这边晒太阳 那边觉得人多 他们就跑这边来了 你看 我的天 他的身上都晒烫了 他可喜欢这样晒 兄弟不热吗 天哪 哎呦 你也太会享受了吧 对 整个主要空间 我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 油画 特别是这个窗户 能想要出来那种场景 早上起床 然后阳光 晨光 洒过来着 这边有两只猫 我来着晒太阳 都来往过去 一幅油画 早上一起来就真的很幸福 就外面这个绣球开满了花 然后这边是月籍开满了花 我就是摆了两个旧门板 就是有一点私密性 第二个就是作为一个背景 可以爬一些花 爬一些草 这样 这两扇门板 点睛之笔 加上这两扇门板 这个油画的感觉 斑驳的感觉一下就出来了 这边也是一个小路灯 哇 这边是个阳光房 这里为什么会有淋浴 当时是想就是做一个露天的浴室 哇 这也太浪漫了吧 后来因为种了植物嘛 就是这个三角梅啊 它冬天怕冷 所以就把它放在这个阳光房里 慢慢的这个功能 淋浴的功能就没有了 就变成了一个花房了 就是冬天在这里渴暖和渴暖 这边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 这边门开着 开满花的时候 这个也是一幅画很漂亮 接下来就是重头戏量 原主家最核心 我最喜欢的地方 整个风景大家就欣赏一下 我来很欣赏 大概4月份 就是所有的植物全部发芽 然后开花的时候真的很漂亮 你这样说我好像来得有点早了 没关系你可以再来 应该4月份再来一遍 现在你就是只能看到花盆 当时之所以选这个房子 是因为它有超多的露台 因为可以实现一个女人 关于一个花园的梦想 然而就是10年之前 就是上班特别忙 根本没有时间打理 前几年才开始就发现这个植物很喜欢 所以就开始打理 整个露台打理了多少年 应该有6年 6年 6年就是慢慢的就是添加 先开始是买植物开始 后来发现买植物不能让我觉得痛快 开始学搭配 然后学搭配的时候 就是开始喜欢一些盆器 然后开始搞盆器 盆器搞完了之后 发现帮摆盆器也是不够的 就是不能称为一个花园 又买一些杂货 比如像这种椅子 像这种漂亮的盆子 这种柱子 都说起来如数加珍 没完没了 整个预算你有算吗 10万总是有的 10万加6年的时间 就是有这样一个露台的概念 对你虽然花了很多时间 花了很多精力 但是它给你的治愈 是别人不能给的 就是你每天下班回家 第一件事情就是哪里都不去 就奔到露台上 开始浇水 开始观赏 就是每一棵草 每一棵树 它的那个发芽的情况 就非常的治愈 所有养过花草的人 应该都懂的 当时开发商给我们的时候 是没有这面玻璃墙的 搭了一层玻璃墙 就可以把这个空间当成阳光房 我觉得这个玻璃墙 搭的恰到好处 它这个元素跟这边的木结构 还能很好地呼应到一起 这边可能是有点偏现代一点的 这边就是木 包括这些木门板 包括这些花花草草 还有整个空间的近身感 这个角度真的非常非常美 我上来带你们参观一下 我的阳光房 现在的阳光房 刚好开的营业金和欢 好香啊 味道 可惜大家闻不到这个味道 这个阳光房 其实也是软妆的魅力 搞了一个背景 然后放一点植物 当时的设想 就是这个碧莉从墙外爬进来 这个碧莉跟这个外面的空间 也勾连住了 就是有一种自然感 它很厉害 这个缝没有严丝合缝 它就直接爬进来了 是故意留个缝吗 也不是故意留的 工艺做不到跟它严丝合缝 因为你这个墙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墙它其实是很粗糙的 对对对 做不到严丝合缝 所以它这个臂力 就从墙外进来了 虽然是工艺上的不完善 但是其实也是一个 意外的 它的结果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意外 对对对 圆艺也很像装修 对对对 你装修要有效果图 你要有平面图 结构图 有个详细的构想 圆艺也是 你要有前瞻性 不是说买花买草 放上去就行了 这个柜子其实我是放 原来放在一楼做餐边柜的 就是那种深咖啡色 后来是给它拖漆 然后给它涂了一层灰色 这样的话就跟这个镜子 然后跟这个空间就搭配起来了 跟这个落地钟也搭起来了 就是一个营造小桶的思路 软装搭配 颜色搭配 大家把这一帧剪下来 好吧 参考参考 非常棒 还有吗 顶楼上去看一下 还有顶楼的露台 这个园艺才是展示了一点点 这里还有个楼梯 刚才都没注意 哇 这个视野 哇塞 这一上来就是豁然开朗的感觉 感觉就是旅游度假来了 这是自己家 那边就是山 然后这边全是树冠 采光没有遮挡 视野是非常好的 这边跟楼下有一点不一样 就没有做太多园艺上的修饰 就更自然的状态 桌子椅子简单的摆放 它更多的是自然的一个景 你看外面那些树 才是最好最自然的园艺 对吧 对 没有错 你说到精华了 周围环境胜过我们人工的摆 所以你就没必要再去做一些修饰了 你需要坐的就是坐在这 看看外面的山 就冬天太阳好的时候 我们会在这边 然后会约一些朋友聊聊天 然后就是 喝喝茶 对吧 像我们这样的话 就完全没必要到郊外去夜催了 自己家里摆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旧小区待了那么长时间 所以我们就舍不得离开 就是这样 因为它可以让你挥法的空间太多太多 基本上从室内空间到露台空间 我们详细地聊得差不多了 那现在我们就去礼物环节 蹭饭我那个我可以给你们煎饺 煎饺可以可以可以 我是不太会烧饭 我只会吃 会装修会园艺的园主 大家看他的饺子 这么丑啊 那把饺子烧成这样也是 最丑的在我这里 我都没好意思给你们看 也是人才 味道还可以 味道可以 因为是我们老公煲的 这个菜也是我们老公煲的 我只会吃 今天礼物真的也巨美 中古的餐具 好漂亮 一百多年的英国西埃尔德 我也是觉得中古的东西 可能更符合原主家的气质 其实我这些东西还挺爽的 我接下来我要尊敬我的厨艺 你的厨艺 可能毁了这些餐具 嫌到了原主的手艺 这个厨艺跟原艺可能是天差地别 没事 我认可的 果然人不能太完美 上帝是公平的 他为你开了一扇窗 肯定会为你关上一扇门 但是话说回来 今天原主你的原艺 染装搭配 装修思路 包括关键的审美 我觉得都非常让我惊艳 虽然整体的装修是15年前 但是你看现在完全不落实 你只要隔断时间 天点小家具 花园收拾收拾 弄一弄种种花 就会很新鲜 就是不能苟活着 就是让自己的生活 要有一点乐趣 然后也要有一点美 有些人就是出门打扮 自己打扮得很清爽很干净 其实回到家里 也是乱七八糟的 感觉你在说我 我是希望内外兼修 原主内外兼修 除了厨艺 我们可以以客厅为例子 或给我传授一下 你的软装配色材质的搭配技巧 我一直是崇尚一句话的 就是越质朴越高级 像这种餐店它非常的质朴 就是有很多人他看不上眼 但是对我来说 他就摆在我的餐桌上 就非常的高级 包括你这个抱枕 对吧 对对对 它是灯心龙的抱枕 灯心龙 以沙发为例配色 它这个是绿色 对吧 然后配上红色 他们这个对比色 这个抱枕跟沙发的颜色 是互相映衬的 他们互相成就的 大家和我们看 今天都穿着偏咖啡色的 王者一坐 唐顿庄园的感觉有没有 捧一下场有的 有的 唐顿庄园 英国乡村小伙 我觉得在搭配上 个人经验就是要多搭 一定要多动手 你要左搭右搭前搭后搭 慢慢的你就会走结出经验 要多去尝试 而且今天原主家 给我最深的感悟就是 他不是说罚钱 这个也是我自豪的这一点 对论造价 这些材料 反而会比现代工艺的材料 会更便宜 比如刚才那个 印象好深 两米才90100 对100 然后你这一个窗帘才多少钱 也就几百块钱对吧 对几百块钱差不多 几百块钱这么大一个窗帘 而且还很好看 还是那句话 不是说预算越高 钱花得越多越好 要适合自己 我们聊聊职业 简单聊聊职业 职业嘛 我原来是从事金融的 我以为你是设计师 起码是平面设计师 我从事金融的 现在反正就是不做了 我从45岁的时候开始 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就是我属于比较晚熟的人 以前就是按部就班 上班下班 然后管孩子管家庭 那现在就是不一样 就是从45岁的时候 我就是从原意开始 明白自己需要什么 我的这个特长 我的优点在什么 我知道了之后 我就觉得 我可以放弃原来的那些 然后重新开始 这个很需要勇气 彻底告别以前的生活 以完全不同的一个身份 去重新学习 重新梳理自己的生活 思考自己 到底适合一个什么样的人生 我觉得这个真的好需要勇气 不会像别人说 就是年纪到了 我就躺平了 那不会 像我的话 我是会继续 继续开始新的生活 我就是这两年 在家里多了之后 我才发现原来我的家 可以变得这么漂亮 原来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每天上班下班 这天起早餐黑 并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家其实是很美 我也觉得操持整个装修 整个空中花园的园主 他跟这个环境也是契合的 历久弥新 非常年轻 园主这边有很多 我们年轻人需要学的地方 有吗 有 好像还没有 真的有 我觉得你们身上的活力 倒是我值得我学习的 怎么突然开始客套起来了 所以我愿意跟年轻人交流 年轻人交流 你可以学到很多 真的 你看现在这个阳光已经 对 我有时候就喜欢坐在这个客厅里 坐在这个沙发上 然后欣赏这种美景 有时候我也跟我们家的猫一样 跟着它这个光线走 它的光在哪里 然后我就在哪里 它其实对你来说是一种治愈 很多人开玩笑说 我想下辈子做猫 哪里有阳光躺哪里 为什么不能这辈子就做呢 园主的状态让我很向往的原因 是因为 我觉得我们未来也有一天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幸福的状态 不管现在我们有多忙 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这个 当成一个盼妥 或者是一个好的案例 这样才会更有动力 就像你的院子 你打理你的空中花园 也是盼着它有一天能开花 对 能开满 是的 是的 那今天就是一个充满阳光 充满鲜花的一个空中花园 多少人在梦中情物 是由原主亲手打造出来的 那关于更多原意方面的分享 还有装修软装 我们今天没有提到的一些细节 其实原主也在他自己的号上有分享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可以来关注一下 嗯 超过一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的话 不妨点赞转发评论 我是李娃 关注我和家庭和原主的空中花园 一起进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要去晒太阳了 好吧 可以可以可以 喝点茶 喝点茶